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話是第九次上課 那今天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 稍微再提示一下 那其中的話呢 當然就是上個禮拜的話呢 主要是講到有兩個檔案格式 就是那個Json的格式 跟那個XML格式的一個讀取方法 那這兩個格式的話呢 其中以那個Json用到的機會 會相對的越來越高 因為這兩個 尤其Json最早是在那個JavaScript裡面 這個被使用到 然後他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直接呢 在Java或JavaScript裡面 直接變一個物件 然後這個物件的話呢 他裡面的ID 比如說我們有key 那個前面是key後面是value 那我們就可以通過key 當成是他的那個物件底下的一個屬性 那個屬性的話呢 直接可以抓到後面的value 其實在那個Json的話 在JavaScript跟Java 其實是非常方便讀取的一種資料格式 那可是現在的那個Java跟JavaScript的 佔有率其實也還蠻高的 尤其是JavaScript網頁上面 基本上都還會用到JavaScript的相關的技術 那另外的話呢 Python其實也會 如果假設用Python來讀取Json 其實也蠻方便 因為Json裡面有一個資料格式 他就是大瓜糊 也就是叫字典 OK 所以其實如果你直接把那個Json拿給Python讀取的話 很方便就可以把它解析出來 OK 如果是中瓜糊的話呢 在Python裡面就是所謂的串列 也非常亮 因為是match的啦 OK 那只是說 eSale裡面其實就沒有那麼match 所以如果我們eSale遇到Json的話 那恐怕 可能就是要用一些方法去把它解析 其實eSale解析不方便 可是還好是說 那個eSale的下一個世代的版本 他其實已經把Python又加進來了 所以以前可能不方便的 比如就像那個Json檔案格式的讀取 在那個eSale裡面會是一個蠻大的問題有沒有 可是eSale我覺得他這個軟體 感覺上其實包容性真的還蠻大的 因為這個軟體其實說真的 已經非常 非常老了 因為他其實 如果你們查eSale的那個維基百科 他是1986年就出現了 最早是出現在蘋果電腦Mac上面 那個時候是賈伯斯 希望那個微軟的那個比爾蓋茲 我有個生意請你做 你要不要幫我寫一個eSale 試算表軟體 用這個來取代最早那個Lotus123 用Lotus123最早在DOS底下 可是DOS底下最大的缺點就是 一定要都下指令 而且黑白的畫面不好看 所以他就跟比爾蓋茲說 你要不要幫我做個視窗 那個視窗就是做試算表的 那比爾蓋茲當然很高興 因為有生意做 可是隔年他又把這個eSale 用在他們自己家的那個windows裡面 當然這裡面 不知道是不是有沒有那個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鬧得那個比爾蓋茲跟賈伯斯今天非常不開心 所以你看那個 不管是賈伯斯的自傳 或者說他的電影裡面拍 只要賈伯斯好像講到這個比爾蓋茲 好像都沒有好的印象 而且電影裡面好像把他拍的成為一個 好像很邪惡 然後很很喜歡票竊別人的那種一個人 其向非常不好 那當然這個是 所以你會發現1986有沒有 到今天的話多少年 應該有30幾年了吧 OK 所以 那可是他那個VBA不是最早就加進來 VBA加入的時間可能要比較晚 我記得好像是1993年 也就是距今是30年前 然後他在ECL記得5.0的版本 就把VBA加進來 那個時候當然是希望說 ECL除了具備有那個可以寫公司的能力之外 他也可以在上面寫一點程式 OK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改變不是一下子就變得像現在這個樣子 當然最早他的那個能夠容納的列 就是最 也是一個表格有沒有 最多好像一萬六千多筆資料 最早的版本 慢慢才六萬多筆 那現在一百多萬筆 所以其實ECL它是越來越好 所以加進Python之後的話 是這個最新的版本 當然Python的加入 其實馬上可以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個的話就是 就是你的讀取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讀取Jetson的話 除了說我們之前講的那兩個VBA方法之外 其實也可以利用那個Python直接來讀取 那就簡單了 那第二個的話 因為Python裡面的話 它的外部的那個相關的 不管是韓式庫啦 模組啦 一些外掛其實都非常多 尤其是跟AI串接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利多 因為以前ECL裡面 大家覺得說以後延伸到AI上面 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如果你要去呼叫那個 這個AI的相關的套件 基本上都在Python比較多 ECL比較少 所以下一個世代的Python 如果加進來這個加進Python的話 基本上可以解決很多以前ECL裡面 是問題的這個問題 所以 那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還有講一個抓取那個什麼 Jetson 就是紫外線的這個Jetson檔案 到ECL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當然跟前面那個 好像另外那個PM2.5的那個 其實滿類似的 但是有一個地方 遇到問題了 就是我們照原來的那個範本去寫 後來發現它其中有一個 它的那個什麼 前面的ID名稱叫做Name 剛好那個Name的部分 又是VBA裡面保留字 所以造成那個衝突的話 有沒有 我們上禮拜好像有講到這個 這個滿重要 未來其實很多地方其實就可以用一個方 一個VBA裡面的函數可以解決 就叫Call By Name OK 也就是說原來的呼叫方式 這個應該各位可以從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Jetson這邊 第01裡面的第二個單元 那其中的話就是紫外線部分的話 應該是比較下面 那我們因為這個地方說 我也是卡滿久的 一直覺得這怎麼辦 那個名稱衝突 但原來如果你只會那一招的話 那一定會有問題 所以前面PM2.5 其實它的那個Key的名稱 都沒問題 因為這些字都不是保留字 所以直接呼叫沒問題 但是後來我們用了紫外線這個 即時這個監測的資料 然後裡面一樣是Jetson 後來發現它裡面有一個Key 所以其實你們如果要看的話 這邊 這個是紫外線的資料 然後一樣就是它的那個 Jetson的這個檔案 點進去它 它當然會跳那個Jetson 當然啦 如果你覺得看這個看的其實沒有那麼的方便 我是建議你可以貼到那個JetsonEdit裡面 如果你不貼的話呢 我還是建議你如果可以當然慢慢熟悉它 它一定是一個Key有沒有 然後再加一個冒號 後面就是它的Value 那我們要的資料應該是這個Key 叫Recourse 冒號 那後面的話是一個中瓜糊 所以它這個Recourse 它基本上放的資料型態一定是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每一個串列裡面呢 又放一個所謂的那個字典 OK 一個一個 其中的話 這邊會有衝突的部分 我記得應該是在這個 所以它這個是 是KeyValue KeyValue 然後我們好像基本上是卡在一個Name Name的一個 所以在這邊 一二三四五六七個 七個資料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資料 會是跟我們那個名稱是有衝突的 我看一下 好像 後來我要改 用那個Call by Name的方式解 所以一樣啦 那我是用那個 第二個方法 直接來抓取 所以 底下第二個方法的話應該是在這邊 對 對 這個是方法一 那方法二的話呢 就是 用那個什麼 我之前講過那個Windows 這個Windows 附成的部分就附叫JavaScript 那其中的話 我看一下 這個好像也沒問題 那這個紫外線好像沒問題 我記錯了 應該是下一個範例 應該是Wi-Fi熱點 這個有問題 那Wi-Fi熱點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 所以剛剛這個紫外線沒問題 因為 看一下它的名稱好像都沒有衝到 它的Signet也沒有 EUV也沒有 UNI這個都是 沒有跟那個VBA裡面的那個名稱相衝 那有相衝的話應該是這一個 所以看一下這個 就是Wi-Fi熱點的部分 這邊有個Json 把它檢視一下 然後網址在這邊 就這一個 那它這個又不一樣了 它外面是一個中瓜糊 那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是一個 有沒有一個大瓜糊 裡面一定是KeyValue KeyValue 應該沒問題 這個也沒問題 有問題的就是這一個 就是Name 所以以後 如果你假設要給人家一個 那個Json的檔案格式的話 我倒也蠻建議就是說 盡量你那個名稱 最好不要取那個 跟那個什麼 我們常用的 像Name這個名稱 其實很多程式語言 都會拿來當它的屬性的一個名稱 這還蠻常用的 點Name 取得那個資料 所以這個名稱就是因為我們衝突 我就用了之前同樣的方法去抓 所以等於是把那個範本拿來 稍微改一下 後來發現卡住了 所以這一題好像上個禮拜 有特別講了一下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 將來 應該還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所以我就把這邊的話 稍微改一下 那改的方法 其實你們也可以看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25頁 那改的方式的話 原來其實很簡單 我們產生一個物件名稱 也許叫obj 然後jsy 這個是一個物件名 就是把Json 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所以set後面的話 就是一個物件的變數名稱 這個名稱 那如果你要取它的某一個資料的話 其實只要點 有沒有 點後面 Size底線 Size底線ID的話 實際上就是 有沒有 不是這個 這個資料有沒有 Size底線ID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名稱 那Size底線 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 這個名稱的話 也是一樣 在點Name的話 理論上會取得後面 所以 如果你要取得 它的後面的資料 的話 那其實就是把它當物件底下的一個屬性 有沒有 這個屬性名稱 就把它分別加上去 記得大小寫應該都要把它注意一下 其中的話有個叫點Name 這個地方就卡住了 那如何解決 後來我上個禮拜有講到 其實就是用一個叫VBA裡面的叫Call By Name的方法 那一樣 可能呼叫的方法哪裡不一樣 其中最大的差別 其實就是一樣 把物件放到第一個參數 把名稱有沒有 放在第二個參數 那最後加一個VBGET就可以了 那GET的話 就會等於是有點像什麼 把這邊的 這邊物件裡面的這個ID 那我要取得它 這個ID後面的VALUE 也就是說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Name Name 這個是它的前面的ID 其實我們叫KEY 那如果要取得冒號後面的資料的話 那用這個方法 它就把後面的資料幫我抓回來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 一個蘿蔔一個坑 前面就是有點像它的一個KEY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欄位名稱 那這樣就抓回來了 這個解套方法 OK 那你說老師 那我乾脆我可不可以直接乾脆把 這邊其他的寫法也寫成這樣 也可以啊 所以兩個方法 如果你這邊有沒有要改的話也可以啊 比如說這個前面不改 後面的話其實就Call By Name 這個一樣 那把這個Site底線ID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這樣抓到的話呢 就會是 它那個後面的VALUE資料 順便講一下喔 這個Call By Name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說它除了說呢 它可以什麼 用它裡面的名稱之外 另外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成另外一個敘述方法 用數字來表示 這個我好像我記得我之前也蠻常用的 比如說呢 我如果這邊的話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2 改成2的話 那這樣的話一樣可以抓到NAM 為什麼 因為它的編號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用名稱的話 你可以用它的編號 所以喔以後你 你假設啦 你都不記得就是 後面這個叫什麼名稱 你也不想記 因為太多了 有時候名稱一大堆 但是你總知道說總共有幾個吧 246個對不對 那你就給它編號 這個就是 可是記得一定要寫成Call By內 你不能寫成這邊 這邊你不能說給它一個0 不行 它這樣一定是錯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話 可以用數字 第幾個的意思 OK 這樣也是一招喔 這樣的話好處就是喔 你就不用說把每一個ID 通通都把它抓過來啦 不過當然啦 如果你寫程式的話 用Call這個名稱其實也還好吧 所以這個是Call第一個嘛 那這個Call第二個 有沒有 這個0 1 2 3 4 5 總共5個 不對 1 2 3 4 5 6 編號從0開始 所以這個0 1 2 3 4 0 1 2 3 4 5 對 所以 它的鎖影值從0開始 那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取得這個資料喔 那你說那個 老師 那Jason我很少遇到耶 會不會真的有遇到一天 我跟各位講 你遇到的機會 應該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齁 其實我舉個案例給各位看 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齁 再看一下雲端白板下面這個 應該是這個 0 4的這個 就是叫什麼 Qu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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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的成交量前20名的證券是哪些資料 通常會抓這個,所以點擊進來之後 如果說你想要抓這個資料的話有幾個方法,要不就抓這個表格 然後要不就是直接抓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裡面就有一個表格 這個連結裡面的表格 HTML它會顯示出來,這邊有個response 所以基本上有沒有發現它有個問號 所以如果假設它這個地方有個問號 那表示說它是用get的方式丟給你 後面有個參數叫response 丟資料給你的形態 等於HTML OK 如果說是HTML就簡單了 可是喔 它後面有一些連結,它全部都改成json 它不給你網頁的方式,它全部給你 比如說我取另外一個,你們可以看一下這邊也是一樣 在首頁裡面的這個 每日收收盤行情 那我看一下點,這邊一樣有個response 這邊也是有HTML,但是另外它還提供了 我記得好像按滑水右鍵,你可以檢查一下 它除了說呢 可以用HTML之外 當然你按查詢 如果你假設想要知道說 它背後運行的方式的話 一樣嘛 切到那個 Network這邊 然後呢,如果我想要知道 其他的資料 當然我們預設是大盤的 統計資訊 那如果說我改,假設我按查詢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當然因為我按下查詢之後呢 上面的這個壁方沒有變動 有沒有沒有問號 可是呢 它實際上底下資料是有變的 那它怎麼變的 所以喔 它背後其實是有傳一些參數的 那它背後的參數在哪裡 我上禮拜有講過 你可以從第一個 在這個畫面上按任何一個地方按滑水右鍵檢查 然後它預設是 Elements 你把它切到Network 然後呢 這Network之後的話呢 我是建議啦,你按查詢之前 最好是可以把底下這邊 如果假設有一些東西 我是建議這邊有個清除 Clear 可以先把它Clear 為什麼 因為Clear掉之後 就不會有舊的紀錄 先把它清空 你按下查詢之後有沒有 他會有紀錄 比如說我按下查詢這個動作 到底 你這個網頁 跟主機之間 到底偷偷的講 偷偷講什麼訊息 那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把你們 通訊的那個參數 抓到 有點像竊聽的感覺 也差不多意思 OK 但是問題你要知道 背後這個 這個一般人不太會去切到 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叫做開發模式 叫DIF2 這個應該就是 在工程模式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查詢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底下就有一個傳遞的 一個參數過來的 你可以看到 它是背後傳的 那我怎麼知道 傳了什麼東西 其實第一個 當然你就是 按下這個 查詢 不過記得 這個可能要先把它清掉 這邊不要有東西 然後等到 清掉之後按下查詢 這邊就會出現東西了 那 好像上個禮拜的那個範例是 一堆東西 不過這邊好像比較單純 這邊就一個 那所以一個之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點它之後 記得要切到 隔壁這邊 不過隔壁有好幾個 有Headers 那我們要 查參數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 叫Payload OK Payload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傳了總共有幾個參數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其中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Respon 它就變成 冒號 傑森 也就是說 除了說HTML之外 網頁的形態之外 它也有可能一種形態就是傑森 你可以 看一下這個應該是 VSource 其實你現在也可以除了可以 Payload的部分 其實除了可以 看它原來的方式之外 你也可以切到 VSource 這個就是有點像是 可以貼到那個VBA的那個 Protest裡面的一個 有沒有就這一串 然後呢 另外你也可以preview一下 preview的話你可以切過來 Payload的隔壁這個 preview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preview的話 它就會 用什麼方式呈現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了 它的結構有沒有大瓜糊 然後table呢 後面就是它的 應該它的欄位吧 然後它的時間等等 也就是說 將來傳資料 它有可能在背後呢 傳 Jackson的 這個 格式 如果你要解析的話 一樣吧 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如果你要解析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它複製之後 有沒有 Copy它 然後貼到哪裡呢 按右鍵 Copy它 然後呢 再貼到那個 Jackson Edit裡面 再去觀察一下 看你要裝哪些資料 一樣可以透過Jackson來解析 然後這個請各位先稍微看一下好了 這個 零四的這個 奇交所的 網站資料 那如果我要抓的話 那比較簡單 它除了可以用HTML跟Jackson 那當然 HTML一定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要抓 交易資訊 裡面的 前20名 好了 如果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那怎麼抓比較簡單 當然它有簡單的 也有複雜的 所以我們一定是先 抓簡單的好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 它這邊點擊進來 它其實 還好它有HTML 那如果說啦 我知道說它用GET 那我希望把底下這個表格 把它抓到Excel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那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切一下 好 照 reh�狩